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投資播安基因 講話助理財德契機 我是琳達 觀眾朋友們年關將至了 大家都很開心 想說呢是不是能夠幫自己加薪 或者是多零幾個月的年終呢 事實上呢是做得到的 那麼就是要靠投資 那投資怎麼賺才會最快呢 很多人說做當沖就會賺最快 那如果真的是做當沖 那又要怎麼賺才會賺最快呢 好的我們今天首先來歡迎 我們好久不見的股市老師傅 師傅好 琳達好 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好 欸師傅啊 我們現在快要過年了對不對 沒錯沒錯 大家都很開心嘛 對而且今年的股票市場來講 從2020年開始到2021年持續大漲 真的 對 非常的誇張 對對對 那投資朋友一定在想說 給你聯動獎金 對 對老闆一定因為行情不好嘛 是 對不對 疫情的影響很多人 沒有聯動獎金怎麼辦 對怎麼辦 對那自己賺啊怎麼辦 自己賺嘛對不對 對對對 師傅啊我們最近看到新聞 都在講當沖 對 什麼當沖比啊又創新高 然後當沖交易戶有13萬戶 到底為什麼當沖那麼夯啊 好的當沖為什麼那麼夯 我們知道來講 對當沖來講 第一個大家是什麼 其實大家很會怕啦 那怎麼要賺得快 又沒有風險 賺得快風險很大也不行啊 對不對 那就靠當沖嘛 為什麼 你去看這個台股的這個當沖的成交比例 你看 你看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越來越高 對不對 那為什麼當沖也不要 已經現在占到40幾%了 那你想看看現在我們台股成績的評價量 大概2500億 那如果賺40%它就多少 2500億乘以百是40% 就1000億以上 1000億以上大家都在當沖嘛 那當然就是說 在當沖的很熱的過程裡面 人多的地方就是什麼 就是有賺錢的機會 對對對 好那我們來講說 當沖比例為什麼會這麼高 第一個來講 台股已經逼近這個 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台股已經逼近了這個15000點 大家難免會怕嘛 對不對 居高思維嘛 那游喜來講 以前來講 大家看到像以前12682來講 漲創新高說一下子回檔 半年大概就跌了1萬點 那時候應該嚇死人了吧 對啊嚇死人 很多人 雪粉無歸啊 哇 對 那實際說大家 漲到再創新高難免 人家也會怕嘛 那怕會怎麼樣 我當沖金日市 金日幣開盤之後 我再跟你拼輸贏 然後呢 這一個今天我就結束了 反正它盤中震 但你就不用怕嘛 而且我可以睡得很好 對 你可以睡得很好 第二個來講 由目前來講呢 國際航行變動很大嘛 一下子肺炎啦 一下子說美國要有什麼 這些東西啦 一下子英國脫歐啦 這個對 那大家難免會怕嘛 感覺每天都很動盪 對對對 來講 大家很動盪 大家很會怕 所以大家就怎麼樣 乾脆我就做當沖 我避開所有怎麼樣 因為開盤的時候 是9點開盤 我1點半我就結束了 很輕鬆 這個叫當沖 就輕鬆嘛 那第三個來講是政策鼓勵啦 什麼叫政策鼓勵 因為我們當 我們一般來講呢 一買一賣來講呢 我們要千分之三的正交稅 對 要繳稅嘛 對要繳稅 那我們現在政策鼓勵叫做 一買一賣 如果你用現股去當沖的話 這一個稅就減半 原來是千分之三 變千分之1.5 對 那你的成本低來講 你當沖的升算就大了 真的 對對對 所以說在這三個的這個 成本當然重要 成本是決定你的勝負來講 你看看 你如果千分之三 跟千分之1.5 這個有時候差一兩毛 賺錢也沒辦法在這裡 對 那你如果當沖 你如果沖的比較大 你又有什麼 你又有退佣啊 對不對 那你的成本降得更低 現在來講 政策鼓勵一個來講 政策鼓勵大家現在都用什麼 電子下單 那電子下單 他的這個手續會又降很低 對 那所以說來講 現在手續會大概對 就打三者四者 所以說這一方面來講 限股當沖 交易稅減半 所以投資朋友你要注意 要用限股當沖 你不要用融資 限股兩個字 對對對 你不要用融資融券 因為如果營業也不懂 你要幫我改 這個盤後還可以更改 真的 對對對 所以說這一些加起來 就一定要做當沖 好 當沖就是賺得快 又沒風險 是好老師 師傅聽完你這樣講 我都想做當沖了 對對對 那當沖到底應該怎麼做呢 才會賺得快 我們請師傅 帶我們來了解 謝謝 好師傅我們首先看到 這個當沖過程 等一下 又有問題 不是有問題 你當時想說 我都很想做當沖了 是 當沖不是你當沖一定會賺錢 要學一些美工 你們要學到這些東西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來講 就把我們知道 當然你說當沖 當然這中間有很多 我們把最重要的幾點來講 我們給投資朋友 同時也給Linda學一下 對 師傅已經幫我們整理出來了 沒錯 好師傅 我們首先看到 當沖過程式交易規則 這這樣要表達的意思是什麼 好的 那麼當沖來講 它有兩種 一種叫先買後賣 我可以先買之後再賣掉 也是當沖掉 那一種是先賣 在後面再把它補回來 這個也是當沖 但是我們國內的政策上面 有規定 如果你是先買再後賣 萬一我沒有賣掉怎麼辦 對啊 沒有賣掉可以 你不用 你可以留下來 可以把它變成融資 或者用現股買進就可以 就是說我這個當沖 萬一沒有成功的話 我先買的部分 我可以留下來 這個是一部分 那第二個來講 如果我說我是先賣 這個有規定 一定要強迫回補 先賣就一定要回補 對 先賣一定要回補 投資朋友一定要知道 這個規則很重要 所以你說先賣來講 你要強迫回補 萬一回補不掉怎麼辦 你就要被強迫回補 最後一版一定要回補 那麼如果已經漲停滿 還補不到怎麼樣 你要去借券 還要去借券 那你借券來講 你又要花一筆錢 去跟人家借 真的 對對對 所以說投資朋友 要做這一種來講 如果你是打勾 寫說我要先賣後買的 這一個部分來講 特別要提醒投資朋友 必須要注意成本的問題 不是成本的問題而已 就是說你要懂得 有賺你要趕快跑 那這一個東西來講 先買後賣 只要我有錢就可以了 對啊 這個是政策上的規定 投資朋友一定要知道 要留意 沒錯 一般其實沒有想那麼多 對一般的 比如說當衝我先買後賣 對我就衝衝看 對衝衝看 這不行 政策規定你要知道 真的 好那師傅 那選股策略 做多做空大不同 這又是什麼意思 好的 做多做空大不同 一種是 我們先買再賣的 一般就是算比較做多的 做多 這個所以說 一種是先賣後買 我們兩個都可以做這個 那到底要怎麼樣 選股投資朋友一定要 只要它是多頭的趨勢 多頭的趨勢就是 比較會漲叫多頭 那你就要怎麼樣 先賣後賣 就買低賣高 對 那如果說是空頭趨勢的 那你要怎麼樣 你要先賣再回補 因為它比較容易跌 所以你一開盤之後 你首先要看大盤 現在是多台是空頭 那很多人他習慣做空 那你要找空頭的趨勢 來做先賣再買的這個趨勢 可是師傅有問題 如果今天這個盤是走多頭 當然知道是要做多 但是現在我就是很容易搞不清楚 我到底是要做多還是空怎麼辦 好 那就你要知道這個是多頭還是空頭 其實多頭還是空頭 我們之前我跟Linda特別來講 我們有一集特別叫做 什麼叫是多頭 什麼是空頭 那其實來講 Linda這樣講 我們在用最簡單的方式跟頭 我們在用最簡單的方式跟頭 就大家複習一下 就是這一個個股來講 什麼叫多頭趨勢 就是說我們最簡單最簡單的 看一個就是說 第一個股價在所有的均線之上 第二個來講什麼 它的KD在50以上 然後黃金交叉的 KD在50以上 這個叫做多頭 第二個來講什麼叫空頭 就是股價在所有的均線之下 然後KD是死亡交叉 而且在50以下的 這樣很簡單 要把投資朋友要 判斷起來就很簡單 所以你要就是說 現在來講我要做多 我要先買後賣 那就找多頭趨勢的 你習慣做空沒有關係 我就是高拐 我就是要做空的 你先賣後買的 就找空頭趨勢的股票 這樣你勝算的機會就提升很多 真的 對對對 所以Linda你首先要學這個 不是說我今天來 隨便憑感覺去做 憑感覺 很多散戶都是憑感覺 對 憑感覺去做 你會錯 所以我們把這個做多 你是要先買後賣 還是先買後買 用這兩個去區分來講 我想投資朋友 就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真的 而且剛剛師傅也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我到底怎麼會分清楚 我是做多還是做空 沒錯 就是判均線 還有所謂的KD黃金交叉 沒錯 好 那師傅 我們知道了 這個多空的判別之後 對 那標的應該怎麼找 好的 那標的當然要什麼 要好進好出 對 對不對 你如果標的去選那個五張的 你去買五張要東沖 你流動性風險 你賣不掉怎麼辦 就不要砍 很麻煩 你要沖也沖不掉 所以說成交量大好進好出 就沒有什麼樣 沒有流動性風險 那以目前的一個成交量來講 我們是界定在什麼 至少要兩萬張以上 兩萬張 對兩萬張以上 其實現在股票比比皆是 都兩萬張以上的 所以說選股 第一個來講 我們選的這個成交量 一定要夠大 夠大怎麼樣 你要買才有機會 你不要去選那個成績 不是不論做多做空 成交量都一定要大 不管是做多做空 對 不管你說 我要先買後賣 要先買後賣 成交量要大 第二個來講 這個很多人沒有跟大家講 你要避開那個 當沖比例很高的 可是師傅這很奇怪 我要當沖 我當然是沖 很多人都去沖的 為什麼我要避這個 當沖比高的 好的 那麼大教授在玩當沖 就怎麼樣 對 譬如說成交比例 如果說我們當沖比例 高於65% 就大標都在當沖 對 那你沒有一些實質 真的在的滿盤 在支撐的話 那很危險 就好像說 你一個房子沒有地基 是 那房子怎麼樣 很容易垮掉 對 好像說你現在去逛一個 這個大飯店 裡面每一個人都來 裡面逛一逛而已 真的都不失去住房 那這個飯店會怎麼樣 就是營運不散 營運不散也會垮 對 而且在股票市場 你想看 如果高於65% 都在做當沖 其實很高了 就是說大家都在玩空的 那個什麼 那個股價 他因為沒有實質一些 有些人 都是虛的 對 都是虛的 那個就很危險 所以就是說 如果成交比例高於65% 其實這個投資朋友 等一下我們跟大家舉例 那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要避開 因為怎麼樣 相對風險就高很多 真的 那我們要做當沖 最好的是在多少 就是說他的一個成交的 這一個 就是說當沖 佔他總體成交的一個比重來講 大概是40到65% 比較中間 對比較中間 就是說他還有一些實質滿盤 在的 那你做起來就會怎麼樣 就比較安心 不要就是說 不會都是虛的 有那個95%都在放空的 那有點恐怖 我真的有點 因為這個大大加殺 有沒有 你要講說 殺到最後 對 這個其實 Linda我再舉一個故事 就是說很多發生火災死的人 大部分都是什麼死的 都是嗆死的 不是 大部分都被踩死的 被踩死 就這樣在那邊跑跑被踩死的 真的這個火災去 產生的這個影響反而不大 大家要跑命 要逃命踩死 在股票市場也是這樣 很多股票都是多 你常聽到一句話 多殺多空 對 空殺 空殺空 被自己嚇到 對對 都被被其他 所以我們選這一個東西 來講 我想很多人沒有跟大家提醒這個 我們今天特別苦口婆 先把這個提醒給投資朋友 真的 要不然Linda也是覺得說 當然是衝那個當衝比高的就好 對對對 你不要去選那個當衝比太高了 當衝比太高了 風險相對高很多 都是虛的 對對對 剛剛師傅都有講 好師傅 我們知道了 選股的這個篩選標準 那到底我們怎麼樣實際來操作 好實際上來操作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是當衝 如果鎧盤已經漲停板了 你去空會不會有肉 當然就沒有肉了 為什麼 最多你就是買漲停板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避開來講就是什麼 我們一開牌 因為我們當時是一開牌才進場 對 所以要避開怎麼樣 如果說要避開漲幅過大的 漲點幅過大的 比如說已經漲到7%了 你去買 你最多賺1、2% 你就沒有什麼好充的 所以這個選股來講就是 如果我是先買後賣 那個漲點幅超過6%了 你就不要考慮了 對 因為已經太多了 你要獲利的空間有限了 那如果說你要賣之後才買的 如果跌幅已經超過6%了 那你也不要去買 為什麼 因為相對空間有限 所以說這個是投資朋友 在操作裡面很重要的 你不要選股 看那個漲停 我買的時候 雖然他很容易去鎖漲停 但是怎麼樣 你剩下1、2% 你賺1、2%怎麼樣 就已經沒有什麼好賺的 那麼操作來講 我們要看是看什麼 看用15分鐘線來做操作 師傅這很重要 有的人搞不好看日線 或者是週線對不對 對 那你乾脆看月線好了 對不對 你今天買 今天要出 你去看日線 那個線都還沒有走完 已經結束了 對 我們是當沖好嗎 對對 所以我們今天講是當沖 不是說日線或者月線不重要 而是你要做當沖 你要看什麼 15分鐘線 那當然這個有些看20分鐘 有些看30分鐘 那以我操作起來 我是覺得15分鐘線 15分鐘剛剛好 對對剛剛好 那15分鐘線來講 又用5均線 你要設定一條均線 來做一個判斷的標準 所以你要設定 就是用15分鐘線的5均線 就是5條均線來做一個平均 那這個平均來講 作為你很重要的一個操盤 在5均線這邊來講 如果他突破就是一個買進 如果他跌破了就是怎麼樣 就是一個賣出 那師傅你說15分線走勢圖 那這5均線是怎麼篩選出來的 就是5個均線 就是你15分15分鐘 15分鐘它會產生一條均線 15分鐘會產生一條均線 那它的5均線來講 就是15分鐘來講 大概是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多一點點產生了均線的平均 所以就是說15分鐘線 它那個平均線很簡單 你把它設均線5這樣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來講 就是說我們在操作這個過程裡面 你不用看太多的均線 擾亂你的判斷 因為我們這個當中就是怎麼樣 簡單為主 簡單為主 快進快出 然後第三個來講 這個重點就很重要 就是不要貪力 對 就不要貪力 很多人就說我一定要買在這個 你要幫我自己加年中 對 你要買到漲停板 你要 比如說我買的 不是 我要出到漲停板 那一般來講 投資朋友我們可以看到來講 一般在這個教育的過程裡面 漲停板掛的張數一定很多 是 平常來講 如果500 500 500這樣 漲停板可能掛個5萬張 3萬張 對 對 那你掛在漲停板就是怎麼樣 不容易成交 對啊 因為量太多了 對 那所以說 我們如果先買要再賣的 我們最多最多的 這個獲利的一個空間 我們就是什麼 漲停板下面兩檔 容易成交 那你如果說 我一定不行 我一定要等到漲停板 來做一個賣出 你可能等到花耳蟹了 它也沒成交 當然有一些個股會漲停板 但是我們在當初來講 這一個東西來講 就是你避開一個風險怎麼樣 最容易成交的那個地方 往往是漲停板下兩檔 真的 對 那麼如果說你先賣後買的 你就是漲停板上兩檔 去做一個回補的動作 這樣來講容易成交 你不要 彈最後 不要那麼彈那最後幾點 對對對 你要想說你最後那幾點來講 意義就不大了 所以投資朋友一定要記住 這個 你把這個操作的策略 再把它設定好 我們已經怎麼樣怎麼樣 就大概 立於不敗之地了 真的 師傅都已經整理出來了 沒錯 沒錯 好那師傅 你這邊什麼 前十大當充交易量個股 你剛剛有說 最好這個當充額是大概怎麼樣 成交要兩萬張以上 對 第一個 兩萬張以上 你看這個成交量 就是說 這一個資料來講 因為每天每天都不一樣 對 投資朋友來講 因為我們 譬如說你前一天就做好功課 我今天要做當充 你就把前一天成交量 有兩萬張給他列出來 前一天 對對 前一天列出來 那列出來你會看到怎麼樣 我們這一個資料來講 我給大家怎麼樣 第一個來講 股票這個不用撐了 它的成交量多少張 是 多兩萬張 對不對 那譬如說 譬如說我們這個是12月30號的 你會看到譬如說 長榮成交量多少 37萬張 那集中當充比例是多少 24萬張 這個符合 64% 符合我們的選股 這一股你都會把它定下來 那譬如說 像這個萬海 成交10萬張 當充了有7萬塊錢之後 這個比例多少 73% 也是很高 這個就 我講的超過65% 我們就要不要選擇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維權信號 就是說這一些個股來講 因為 你現在每天成交量超過2萬張的 比比計算 對不對 但是有一些有風險的 我們要把它剔除 那第二個來講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成交量你給他看 這個也是一樣 有沒有 這個成交 佔他當充比 這個有些是 當充有些是什麼 這個 這個紅的就代表什麼 大家都是什麼 比較多頭趨勢的 那這個綠的代表 就是空頭在跌的 那你看這個成交比重來講 都符合我們在跟大家講的 最好就是大概在 40%到65%之間來講 這個是最好的 不要超過65% 對對對 那如果說你你超過太多了 我就跟他講 那風險大家都放空的 那 林老有講說 有那個成交量比重 有那個成交很大的嗎 對啊 你看 有沒有 這個榮科 這麼高 86%都是什麼 都是在做當充 你看了就是心心膽跳 真的 希望你不要進去 對 就是說 也許你會賺錢 但是來講 我們就是從這個當充 裡面的一個選股來講 有一些不要進去的 我們就不要進去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這個震盪幅度會很大 第二個來講 可能會人才人才是人 對不對 我們避開 有沒有 像這個你給他看 這個成交比重多少 都超過65%以上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出來 都是有憑有據的 投資朋友來講 來股票市場 誰不想賺錢 對啊 琳達你也想賺錢 對啊 我會要來做股票 但是賺錢 要不要幫我們花時間看這些 沒錯 但是你花時間你要對 我們今天是拋磚引玉 把我們所知道的 當然這裡面 就是說 其實的美美格格還很多 對 對 那比如說你來年想說 我又要純純意識 這個當然 也還是很多 但是我們 第一個我們把這個避開 你看看 這個當中比率這麼高 對不對 我跟你講的 這些都可以刷掉 對對對 那你看有些 這個比較空洞 當中比率也都很高 那這些來講 我們都避開 大家不要想說 我的工夫特別厲害 我就覺得 我就要賺這個錢 我覺得不用 不要拿你的零用錢當學費 對對對 不要拿你的零用錢當學費 我們把這些東西 應該避開 應該避開 應該選股的選股 應該做了一些動作怎麼樣 那當然現在當中很盛行 那你在這邊來講 你把這個功夫都學到了 你在當中這個市場 才會怎麼樣 穩穩的賺 對對對 就是穩穩的賺 當沖 因為你一天來講 最多是有可能20% 你買到跌停 衝到漲停版 但是這一種 在我講的這些 大型股裡面來講 大概不會有 所以你借定一天來講 說我賺個35% 我覺得當沖就好了 其實也不錯了 對對 但是你不要講說 每一次當沖 有很多人 對不對 每次當沖 賺到手續會就跑 這個你賺不到錢的 所以在你當沖做好之後 我為什麼跟你講15分鐘巨線 你要設定那個移動是停曆 就是能賺盡量 賺能賠 我們少賠 這樣你在當沖市場 你就會怎麼樣 你會成功了 就可以幫自己加年狀 對對對 就是想要去做當沖 經過我們今天這樣講 好險今天有主持這一集 對對對 不主持 你就想說老師 我的薪水 我就跳下去做了 對 都不夠賠 薪水一個月才賺 那個當沖如果說 你沒有 你沒有照我們這個去 有時候賠很多 其實我們 這個講當沖 大部分的賠錢比較多 是賠錢比較多 對對對 所以我們希望 沒有遵守師傅的原則 對對 希望我們這一集 投資朋友 對大家 因為現在當沖真的太熱了 希望我們這一集 跟投資朋友來講 會有所幫助 好 謝謝師傅精采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好 觀眾朋友們 今天師傅跟我們聊的主題 是年關將至 怎麼賺才會賺最多呢 那當然師傅給出的答案 就是做當沖 那麼當沖其實 很簡單 但是有好幾個要點要注意 包括了這個篩選的原則 還有這個操作的原則 剛剛師傅都講得很清楚 那現在呢 如果你手上有個股 你想要當沖 但是你又不確定 大家適不適合當沖的話 記得 掃一下我們老師傅的QR Code 加入LIOT 師傅的QR Code 是小小鼠 GOOD101 掃了之後任何問題 師傅有空會親自回答您 好 最後呢 喜歡我節目內容的朋友 歡迎在臉書 還有YouTube上 按讚 分享 以及訂閱 那麼記得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漏過我們的影片囉 好 謝謝師傅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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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